友邦保险AIA Group Limited ER99HK是亚洲最大的保险公司之一 总部位于香港 友邦保险业务涉及全球18个市场 包括亚太地区、欧洲和美国等地 友邦保险的主要业务包括人寿保险 储蓄和投资、健康保险和退休储蓄计划等 友邦保险通过多元化的业务板块 全球化的运营网络和先进的科技 为客户提供全方位的保障和服务 同时也为投资者带来稳健的投资回报 友邦保险一直致力于发展可持续的保险业务 以实现更积极、更健康和更连贯的社会发展目标 优点 国际化业务布局 友邦保险在亚太地区、中东和非洲等地区都有业务 拥有一个相当广泛的国际化业务布局 有助于降低风险、扩大市场和获得更多的机会 品牌影响力 友邦保险是亚洲最具影响力的保险公司之一 并且在全球保险市场上也占据住一席之地 其品牌影响力强大 能够帮助该公司吸引更多的客户 稳定的财务表现 友邦保险的财务表现一直保持稳定 该公司在2019年实现了盈利 并继续保持着健康的财务状况 友邦保险的资产总额和股东权益也在不断增长 这有助于提高其市场信心 产品创新 友邦保险不断推出新的保险产品 并采用新技术如人工智能和大数据 以提高产品的竞争力和创新性 缺点 盈利高度依赖亚洲市场 友邦保险的营收高度依赖亚洲市场 特别是中国市场 如果亚洲市场出现不利变化 该公司的营收和盈利将受到影响 法律法规风险 友邦保险营运的不同地区 有着不同的法律和监管要求 这对于该公司的营运和业务扩张带来风险 用金费用高 友邦保险的用金费用比其他保险公司高 这可能会对其盈利率和竞争力产生负面影响 高用金费用也可能会使该公司的保险产品 在市场上的定价不具备竞争力 机遇 亚太地区的人口结构和消费升级 亚太地区的人口结构正在发生变化 老年人口增加和中产阶层的兴起 为友邦保险提供了巨大的市场机遇 消费升级也意味着更多的人愿意购买高端保险产品 新技术的运用 友邦保险积极采用新技术 如人工智能、大数据和区块链等 以提高产品的竞争力和创新性 这些新技术的应用也有助于提高客户体验和降低成本 未来展望 友邦保险在未来的发展中有机会继续受益于亚太地区的人口结构和消费升级 同时该公司也有机会通过技术创新和国际化业务布局 扩大市场和获得更多的机会 然而 友邦保险也需要注意潜在的风险 如法律法规风险和市场变化带来的影响 总结 总体来说 友邦保险是一家国际化的保险公司 具有强大的品牌影响力和稳定的财务表现 该公司还不断推出创新的产品和技术 以提高其市场竞争力 然而 友邦保险也需要注意潜在的风险 如盈利高度依赖亚洲市场 法律法规风险和高用金费用等 总体而言 友邦保险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 但也需要注意风险和潜在的不确定因素 重要声明 所有内容 包括本教学视频 绝不构成任何投资意见 或购买任何股票及金融产品的特定推荐意见 即或不构成任何游说或邀约 以购买 出售或以其他方式交易任何证券 期货、期权或其他金融工具或其他产品 内容亦并非就任何个别投资者的特定投资目标 财务状况及个别需要而编制 投资者不应指内容进行投资 本网站包含的所有内容、资讯 并不针对任何特定的投资目标 财务状况以及可能使用或接收该内容的特定人员的特定需求 在做出任何投资决定前 投资者应考虑各种金融产品的个别特点 个人的投资目标、可承受的风险程度及其他因素 并适当地寻求独立的财务及专业意见 希望你们喜欢今天的影片 然后别忘记帮我的影片按赞 如果还没订阅我的频道 快订阅吧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请给我一个like和share一个哦 也别忘记订阅我的频道 你的一个小小赞好 给了我一个大大的鼓励 谢谢 下次见